我們現在還要三分鐘就抵達營區了 但我們現在還在一個大馬路上 我又不敢開耶 可是這個不像路啊 有點害怕 不用怕耶 它超大的耶 有人幫我們打燈耶 巧克力棉花糖 這我不一樣的湯匙啊 那帥啊 我們發生了一個突發狀況 這邊還有一個市區耶 現在要前往營地的路上 但是助理它非常的餓 知道這邊有沒有賣個滷味 會這樣當個小臉耶 相當不錯的 這個市區是董澳市區 OK 好久沒有來這麼遠喔 已經接近花蓮了是吧 往右就到南澳港花蓮 我們現在還要三分鐘就抵達營區了 但我們現在還在一個大馬路上 跟我們平常去新竹 錄影差超多的 通常新竹剩最後可能半小時 已經在那個崎嶇的山上 一直九彎十八拐 所以我們這一次非常的期待 啊看到那個路牌了 中越湧泉 老闆說這邊就要左轉過去了 快要到了三分鐘還有一間萊爾夫喔 對啊 前面還有一間全家 太方便了吧 再看看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這種地方感覺就是會有一個 小小的炸雞灘啊 熱炒店嗎 我要去吃那個 你要去吃 喔感覺 感覺有點 對對對 熱炒是什麼 就是用熱火炒那個菜 我們帶把它去吃熱炒店好不好 我不要 可是這感覺很像網美店 不適合你 不適合我是不是 對啊 你查一下那個熱炒店的評價好了 不錯啊 最愛吃的 全部啦 所以菜湯多少錢 豬血湯 豬五花 雞果子 雞皮 肥腸 雞翅 雞翅 兩百 五 差不多啦 二三五 差不多啊 蠻實在的喔 不是 不是 如果是G9為什麼是這種錢呢 豬血刀 請吃 蠻不錯的 很屌 很屌 很香 我現在在 距離營食大約三分鐘 三四克炒店 換烤 評價非常高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因為它很多錢 那我就覺得很無聊 我以前 大家來這家店 最好是點這個湯啊 還蠻讚的 這家店叫什麼 就 蠻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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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小孩 你不喜歡吃蔥的話 你可以告訴他 你不要吃辣蔥 這樣他就不會給你加蔥喔 蠻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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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賺什麼手啦 爸爸 怎麼樣 你現在還不要拍啦 不是 那沒關係 他先拍著 媽媽會把它CUT掉嘛 剪掉 對啊 CUT就是剪的意思 他有全家耶 這人去我相當期待耶 而且我剛好跟他聊了一下 他說這在冬天的話 冷很多 夏天 夏天冷很多 因為玩水啊 對啊 這路非常好看耶 對啊 宜蘭其實都不要太難看了 你這樣抵達贏區喔 還沒好不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前方有這個 冬月泳泉 有 我已經看到牌子了 我就是要在這邊右轉 冬月泳泉 右轉 右轉 然後就是這個 蠻弟弟就在前方 你看 好可愛喔 前面也有這個LOGO 看一下油庫玩家 大家注意一下右轉喔 好 蛤 在哪裡啊 欸 在哪裡啊 可是這裡超酷的不是嗎 欸 這個是停車場耶 啊 這是停車場 可是我們車 最前面應該沒有路耶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先彎完 那邊有油庫玩家的那個LOGO耶 你有看到 該不會是右轉吧 這我也不敢開耶 那是LOGO啊 可是這個不像路啊 你開我看 我有點害怕 不用怕耶 應該是這裡的 欸 這有點不像路耶 奇怪 有啊 就寫左轉這個 很明顯啊 油庫玩家左轉 到我到了 耶 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個石頭 大家注意一下喔 是 沿路不要開太快 我們是在枯木區 進不去耶 要到本部報道 哇 停車 超大的耶 你看這邊全部停車區 我們已經抵達營區啦 看一下現在已經提電了 8.25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營區叫什麼名字嗎 OK 錄營區 油庫玩家 油庫玩家 可是這裡是一個玩家喔 是啊 是一個玩家 老闆的是玩家 大家好 我先叫 大家好 好預備好 我是小蜂尼 有人幫我們打燈耶 大家好 我是小蜂尼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玩家路去啊 還蠻棒的 按摩摩你什麼都沒看到就是蠻棒 他 他有附這個草墊 護草墊 好 第一層是護草墊 不要廢話太多了 好因為我們今天要搭新的帳篷 所以現在時間不早了有點緊張 我們現在二話不說搭帳去 OK OK GOGO 好 開始搭帳囉 先鋪他 然後再鋪那個 地墊啊 他就保護草啊 不要問老闆 但這個也防止返潮啊 搭帳搭 小顆粒皮跟瓜糖 裡面有包這個巧克力 看到了嗎 說明書 可以用夾心餅乾可以直接吃 或是加入咖啡裡面吃耶 太酷了吧 那我們要用第一個方法 BBQ OK GO 好期待喔 我們要來烤棉花糖囉 可是我咬到幾點 你看 上這邊烤 有點熱熱的 先把爸爸保護你烤 一個這樣子 要轉很快喔 要燒焦喔 轉轉 左轉 右轉 左轉 右轉 左 好啦 咬一口 不行 很燙啦 棉花糖乾杯 乾 很燙嗎 哇 我看到內餡了 如何 我們做的 看看 右手不一樣的糖子啊 再酸啊 這一次自己煮準備魚湯喔 開玩笑 這隻魚昨天姓哩要先殺人 你嗎?你本人嗎? 是你 惹宅身體不太舒服 好像有點腸胃炎 早上起床居然吐了一口在帳篷裡面 然後剛才有點拉拉 對不對 沒事好不好 好走 嗨大家好是小腕妮 營地非常特別 它基本上就是一大片草原 然後非常的遼闊 山環繞在我們市中 那這營區啊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呢 他們就是有結合那種水上活動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抵達營區前先提早跟老闆接洽 看一下有沒有這個活動可以玩 他們營區有非常多小朋友的遊樂設施 跳跳床 溜滑梯 蕩秋千 還有游泳池 游泳池聽說夏天非常的夯 小朋友都會這邊玩風 這邊離市區只有三分鐘 我們昨天開車啊 就是導航只剩三分鐘的時候 我們也超疑惑 就想說 欸營區快到嗎 可是我們還在一個大馬路上 平時要補給的話就非常方便 距離三分鐘就有餐廳便利商店等等 基本上就是生活機能很方便 所以來到這個營區不用擔心東西忘記帶 介紹一下這個營區的衛浴空間 這一邊呢總共有六間都是他們的淋浴間 然後我們昨天有洗過非常的舒適 而且它很貼心喔 它附那個小朋友的澡盆 這一間不能用 這一間是老闆專用 然後其他五間是給路友們用的 廁所的部分有四間 然後它總共有分兩間敦室跟兩間作室的 老闆有個小巧思 本來以為沒有特別分男女 你看有耶 這個是穿裙子的 所以這一間是給女生用的 這一間是給男生用的 大草不是給大家小朋友 踢足球啊 因為足球這邊都有十公益 上面都是環散的 流進來就排出去了 所以這邊是火水 對我剛好看超乾淨的 我們這邊還有夏日限定的活動喔 有那個立獎SUB 還有獨木舟跟沙灘車 所以如果想要玩的話 可以提前跟老闆預約 很棒耶 海上活動應該是在五月到九月這段時間 因為後面 十月那天要看風浪的狀況 增加一個項目給客人選擇 哦 這邊是庫木 然後L型那個是環山 哦 然後這邊是金龜區 因為金龜區當初我們是會為了搭棚木 哦 雄大帳印第安這樣 是有的嗎 雄大帳比較少 因為它的比較小 小朋友 我算過大概七米 真的假啦 哇好高 嗨各位 我們發生了一個突發狀況 宅宅他身體不舒服 掛病好了 本來今天還要住一晚 就臨時決定 趕緊帶他回台北看醫生 他應該是那個腸胃型感冒 就像紅蘿蔔 他本來也要跟我們一起來露營 結果昨天他就上吐下線 所以他今天也發作了 那我們覺得還是提早撤退 妥當一點 所以我們這次新帳篷 沒有很仔細跟大家介紹 我們打算下禮拜 下禮拜我們還會出發露營地 我們再好好的開箱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換了科技年的帳篷 Coleman TX 然後沙色的 真的很美 昨天搭起來覺得好漂亮哦 而且他有個頂部 很像戴一頂小帽子 超可愛的哦 那我覺得就是這營區 很多設施都是針對親子的 老闆建議是大概5月之後 可以來到這個營區玩水 因為他們有配合一些廠商 然後有那個沙灘車活動 還有麗獎 除了露營外還有一些海上活動 所以我覺得還蠻多元的 那他們有很多製搭帳 就像是那個印第安帳 然後還有老朋友喜歡的熊搭帳 然後都可以提前上網 跟老闆預訂哦 所以沒有帳篷的 大家也可以來體驗看看 我們預計可能比較天下熱的時候 再帶小朋友來玩水 像這一次 哲哲也沒玩到對不對 對 有沒有很失望 有 那下次還要不要來 不要 開心啦 你這次露營之後 又有想簽購新裝備啦 對 沒錯 什麼東西 猜猜看了 斧頭嗎 仔仔說斧頭 錯 因為你說那個木頭很大 CAN 本來這是要買的 但是我是想買小刀 但是也不是刀 也不是斧 啊 那個 就那個鐵板可以煮東西的 好我想說你不是說直火料理很有趣嗎 一定 哦 你想要斷一丁哦 對 這就是懶度問題嘛 也不是什麼那種 也不是什麼昇華那種感覺啊 就是 昇華 因為我們的銀兵可能都是二十五 甚至三十五 那時候想說 銀兵這種東西一定是越長越好 沒想到 沒想到 觸乎行事 今天這個碎死打到死我快斷掉了 真的超累 然後拔的時候也累 中文拔的時候 他也沒什麼風其實 其實應該短定就可以